Hello 大家好 我是Culman 之前介绍过Major Scale上行和下行的左右手协调练习 今次讲一下学了Major Scale之后 怎样应用在一份曲谱的上面 在夹班玩音乐的情况里 Base手的乐谱通常都会以以下这几种谱来作记录 第一 是一份正统的五线谱 第二是Taple 最后就是Cople 其中以Cople的形式出现是十分上见的 因为Cople有很多好处 复杂点说 乐手可以从Cople上面得知更多的资讯 例如这首歌是什么Style Melody和Cord的关系等等 简单点说以Base手的角度去看 不需要跟着谱上面的Base line 可以用自己的方法作伴奏 甚至做Solo 最终一样东西就是不需要预先练习 都可以即时见到一份Cord谱就可以做伴奏 在现代音乐方面 其他乐器都是必须要学习Cord这个系统的 就算不同乐器都会以Cord来做沟通 以下就是一首Base的考试歌 头四个小字 大家会见到就是C E minor F G 运用major scale 我们需要把我们之前学过的major scale 运用在高曲上面 所以我们要记回Cmajor scale的手形和弹法 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读的major scale那一段片 我们现在就试试弹major scale C,D,E,F,G,A,B,C Cmajor scale帮我们记下 子板上面 这几格就是C,D,E,F,G,A,B,C 所以我建议大家要背了这个手形 我们现在看回这份谱 第一个C chord 我们就会在Cmajor scale上面 按这个C音 第二个C chord E minor chord 代表着我们都照在Cmajor scale上面 要按这个 E音 当然F和G 都是一样要用回今天所说的Cmajor scale来的音 三 节奏 今次我们会用弹八个八分音符 来玩这首歌 Base有很多特定的pattern 这些pattern会让我们联想到某一种歌曲的乐风 即Style 更可以令歌曲变得丰富 之后我会介绍更多不同的乐风和pattern 我们现在就示范一下玩这四个bar 就用Cmajor scale内的音 弹八个八分音符 便让我们在说 弹八分声 弹八分音符 AppSharpMiner和B 裡面有兩個cord有一個井號的表字 我們稱之為Sharp Sharp的意思簡單來說 就是比原來那顆音升高一格 我們以Csharp為例 代表著我們以A string 的第三格即是C音 如果是Csharp的話 就等於要升高一格即是去到第四格上面 Fsharp即是我們要用C Major Scale裡面的F音 升高一格 Bb 我們再看以下這個例子 同樣有兩個cord也出現了一個細階B的標誌 我們稱之為Fat 簡單來說Fat的意思 就是我們要彈原本的那顆音 低一格 我們以Cfat為例 我們在A string的第三格 C 如果要彈Cfat的話 即是我們要降到第二格 即是Bfat我們就要用C Major Scale的B音 前一格 而Efat就要用C Major Scale裡面的E音 CDE的前一格 C 虽然我们未完整介绍 chord 的意思和弹奏方法 之后我们会有更多 chord 上面的补充 但是我们现在至少可以跟着 chord 的 letter lamp 做最基本的应用在伴奏上面 很多看完这段影片的朋友就奇怪了 Bass不是应该要用一些最低沉的音做伴奏的吗? major scale 里面的音好像不够低音 很多朋友就认为只需要懂得最粗两条线 头七格就可以懂得玩Bass 因为这七格有了12个半导音 但是这样就忽略了major scale 如何确确实实运用在实际的音乐情况上 我自己认为将我们曾经学过的工具 能够运用出来这一点是十分之重要的 所以我今次先介绍major scale和 chord 的简单应用 而Bass 的常用低音下次才会作介绍 大家看完今次的介绍之后 不妨就找你喜欢的歌的 chord 普 下来 试试用今次介绍的方法 来很快速运用到一首歌曲上面 希望大家可以去like我的facebook page 和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次会讲一下Bass 的常用低音 今天讲到这里了 下次见了 大家努力 拜拜